民意节征服思路倒数15天了 我们今天要带大家关心的是 亚洲内陆沙漠化的问题 不要觉得沙漠跟我们很远 其实每一年吹来台湾的沙尘暴 都是因为沙漠化日益严重所造成的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 就是河西走廊跟腾格里沙漠的交界 那么在过去沙漠的沙化现象 从北不停地往南侵袭 造成农田一寸一寸的消失 但是自从兵委动物研究中心 在这边设立之后 经过三十年的努力 这边的沙地从原本的十八万公顷 现在已经有一万公顷获得绿化 腾格里沙漠跟 巴丹基里沙漠 巴丹基里沙漠 对 年大沙漠就会有沙漠了 对 所以说咱们的这个生态危机 那是特别严重的 哦 就是高的地方颜色是红 红柳 这也是一种植杀植物 一个 它的地下根系 特别发达 另外一个 像这个叶子 它这个叶子基本上就退化了 像这样的话 它的这个蒸发量特别小 小内港航 内港航 什么地方抢 所以它能活着 最多的就是这个厕所 在沙坡上面只厕所 下面洪流 还有毛条 从麦草方格 然后种下一颗颗 抗钢汗的沙漠植物 到现在您看到 遍地绿草的景象 这当中不仅要投注 大量的金钱与人力 更要经历至少两三年的时间 人们在对抗沙漠化的路上 是十分艰辛的 中间新闻 夜长年 你有陈傅嘉欣在甘肃武威市的报道